任務局在華聯有一個南華幕僚中心 除了訓練專業的武功技術 開到正常後 最近又在山頂 煮茶 煮下來的這個三末茶 作成文創的作品 用理者調查的方式 跟台灣報告的檔事物放棄 這是華聯任務局管理處 為在家鄉向南華工作室的幕僚中心 當中各種文創劇品 包括幾本 十千 直播 後來都是任務局管自己設計 再搭配電腦 類車丟 讓各種台灣頂級的董事物 都可以讓客人起立 讓人看得很想要收藏 五色鳥它的尾巴這邊可以架手機 那後來就想說中間這個地方也可以變成膠帶臺 就變成多功能的這樣 螢火蟲它的特色就是它晚上會一閃一閃的 所以我們底面的紙 故意用成亮黃色 這些準備的文創劇品管理其實都是任務局 在華聯教理水培山區 以前所長的臺灣三家六三 因為需要行動空間 所以要找一些起來絕對不是破海鮮了 我們心植的數量一公頃大概是重兩千顆 那為了讓這些柳山未來可以成材 我們會慢慢的把一些長得不好的 不良的 透過疏法的方式把它疏法掉 那理想的狀態就是一公頃最後會剩下八百到一千顆 向家庭來的散步 除了冰冰十年 向上來的貿易中心作為申品研發 就出研究國際材質性 不然也行出來已經募工技術版的庫典管不了 老實學員都很愛使用 我覺得很好啦 那本身我自己也是一個募工的 計畫我的愛好者 所以我覺得能夠把臺灣的 臺灣財能夠再這樣子運用 然後去推廣 我覺得這是非常好的一個idea 任務局長條 臺灣募情 一年有六百萬棟的募宅進口 不過國生債卻不到一% 所以為日光一千年 臺灣政策就開始增加國三宅所領 保證臺灣不叫八億合区 一年愛生三 五千立方左右的募宅 有限二千年愛達到五百的共產量 記者綜合無論